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开始 弟兄姊妹 主内平安 平安 反而犯罪的是违背律法 违背律法的就是什么 这又一个法 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在身面前成义的 前面说 反犯罪就是违背律法 得不犯律法 他不犯规 只要你犯罪你就一定违背律法 那怎么才能不违背律法 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在身面前成义的 你要想成义不能去守律法 只要你去守律法就不能成义 你只要守律法你一定会犯 原因是因为什么呢 罗马书第八章 第三节 你为什么肯定律法 你只要靠律法成义你就一定得犯律法 原因你有一个软弱的肉体 你的肉体软不软弱 能不能行律法 能不能行律法 第八章第三节要干嘛 律法 基因肉体软弱 有所不能行的 你肉体软不软弱 第八章第三节 律法 没法基因肉体软弱 有所不能行 律法 基因 肉体 软弱 有所不能行 有所不能行 你看 凡凡的就是唯一律法 唯一律法就是 所以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个阴性律法 在神面前成义 原因是 为什么不能成义 因为你有软弱的肉体 你的肉体软不软弱 能不能靠守律法 不犯罪 这神告诉你的 神告诉你 你不能靠守 因为你这个肉体是软弱的 不能靠软弱的肉体去守 那个属灵的律法 用地上守 天上你肯定得死 是不是 人这个肉体能不能靠近太阳 不用地上 就是现在就是天上的 不用上天国里 就现在天挂着太阳 人肉体能不能够着 就在你那够着 能不能摸太阳 能不能摸 你能不能靠近 假如你靠近了 五十万公里 你会怎么样 有一年 武汉那边 那个街道热到什么 什么程度了 两个人在那吵架 吵了吵去 最后呢 那有一个 男的发现脚底也疼 他穿个拖鞋 一抬脚 拖鞋站在那马路上 一看脚现在 脚严重的疼痛 没皮了 上医院一检查 严重的烧烫伤 这还没靠近太阳 就烧烫伤了 对兄姊妹 我们就眼前的 现在正在练肛的时候 你那脚 能不能伸到那肛 练肛的肛场里头 那炉里头 能不能 等肛练好的时候 拿手去捞 像你家捞菜怎么捞 上来水池捞菜怎么捞 能不能捞 你一捞 你化成水了 是不是 你不用捞 律法就是炼钢肠 谁碰上的 谁就是死 你用软弱的肉体熟 那个强壮的律法 你肯定死 所以这个 律法基因 我的肉体软弱 有所不能行 能不能行 神在猜浅他的独生儿子 成为最神的形状 在肉体中定了最爱 是律法要求的义 成就在我们 他们两个 看我 我们这不随从肉体 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律法成就在我重生那个人身上 不成就在肉身身上 律法要求的义 成就在我重生生那个 从真道生那个人身上 属灵的人我把它套出来 我给你看 律法成就在 律法要求的义 不成就在肉身身上 我们 律法的 既然我是肉体软弱 有所不能行的 凡有血气 没有一个因行律法 在身面前成 肯定行律法 肯定不能成义的 因为只要你有血气 你有没有血 你身体里有微血 你喘不喘气 喘不喘气 喘不喘 有人不敢承认喘气 喘气都不敢喘 你具不具备气 你具不具备血 你只要有血 有气的这个肉体 去守属灵的律法 你死定了 你就等于 烧红了一个铁块 你拿什么去夹去 你拿手去夹去 你这手就废了 烧红的铁块 是用铁钳子夹 还是用手指的夹 那拿工具拿错了 就会产生错的火销 为什么以色列全会中 都倒闭框 你就是拿手去夹去 律法是高压电 谁碰上谁就垫死 那高压电等拉电闸的时候 拿这个绝缘棒 上去咔嚓一下 拉下来 再推上去 都是绝缘的 是不是这样 好 我用手上去 拉那高压电的电掌 我得死 我肯定得死 你信不信 我就亲眼看着被电电死 被高压电电死 上高压电 带电作业的时候 一碰到电 咔嚓 咔嚓 到火了 咔嚓 从下面一直烧到上面 烧一咔嚓一下 那肉一烧的咔嚓一下 最后生个人杆在那里挂上 就人杆挂在那个高压电上 那个电掌上去 律法就是高压电 所以碰上这些死 有的人竟然去守 一个以色列会众都倒闭 几百万的人都倒闭框 也何况你了呢 也不多你一个 你碰上你也照样死 你信不信呢 它这高压电是没办法碰的 碰不起的 律法是上去公益的彰显 是雷电 拔不完律法就有雷 闪电 叫声 山上冒烟 以色列会众都下掉 不敢仰念 朝天了 不敢看了 告诉摩西亚你跟我们说话 不叫神跟我们说话 恐怕我们死 你碰这个律法 就等于碰高压电 就等于 那叫什么呢 你碰律法 你去守住律法 就等于 找死 是不是找死啊 自杀 这律法是人碰不得的 有多少人以为这律法是能守的 以为去守律法 你碰着就是高压电 不是 律法基因肉体软弱 有所不能行 是神告诉你不能行的 你还要行吗 连神的话你也不听吗 有的人连神的话都不听 那条路非得去死 到那去死 他都不信去了就死了 有多少人是这样的 在往那时候长大水 那山水特别特别 波涛公文的从那山上下 连石头粘树 全部都给卷走了 他说我不服我会游泳 坚决就会卷在里头去 那石头连砸在木头再砸 就把他砸死了 你觉得你会游泳吗 你觉得你能守住吗 你进去觉得死 律法不是给人守的 谁守谁死 是不是 既然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 能不能行 再来再说 加勒太书 第三章 从第九节 第十节 十一节 这三节就了 知道的吗 第九节 可见那以心为本的人 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 一同得福 谁给你这么大应许没抓住 下面紧接着又说 反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 这不是应许 这是咒诅公义刑法 前面那是应许 后面这是咒诅 你选哪个 你是选以行律法为本呢 还是效反亚伯拉罕之信呢 他这就叫生死或福 他没有在你眼前 反 前面说 可见那以心为本的人 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 现在有的人得福于咒诅都选不 都不会选 愿咒诅 有的人信耶稣愿得福 有的人信耶稣愿咒诅 一说咒诅他也把他勒勾腔 哎呀这咒诅 这多好 有的人就喜欢咒诅 但有的人喜欢赐福 也更喜欢赐福 是不是 得到赐福 他父亲的赐福 他都全骗了 全是骗的 但有的人嘴上说信耶稣得福 但是他喜欢选择一条咒诅的路 靠律法称一条咒诅的一条路 反而以心律法为本的 都是被咒诅的 他却没找到那条 蒙福的路 却选择了一条被咒诅的路 这什么缘故呢 因为他把这条路 以心律法为本 当作一条正 有一条路人以为正 之中成为什么路呢 死亡之路 他把这条死亡之路给选择 给自己选择了 好 我们先来看 都是被咒诅的 因为经常记得 凡不查到律法书上所记 一切执事举行的 就是被咒诅的 有的人听这话 你看 守律法也被咒诅 不查到律法书上所记 一切执事举行也被咒诅 那矛盾嘛 我讲的这句话不是矛盾 在我们那个地方 在我们的地方有个聚会点 那些个信徒就问他 我说 来 你解释解释这段经文 你们不这么长时间了吗 有人进给你们讲律法恩典吗 你们不听了吗 来 解释解释这段经文 他说 这个不说不清楚 你不守也被咒诅 你守了也被咒诅 反正都被咒诅 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执事举行也被咒诅 你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执事举行也被咒诅 你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执事举行也被咒诅 行也被咒诅 不行也被咒诅 这上帝不是刁难人吗 守也被咒诅 不守也被咒诅 咱干净了 我不信了吗 这段经文你明白了吗 怎么样 就这段经文 第十节十一节 对 就不要去行律法 行律法就被咒诅 那下面还有 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执事举行也被咒诅 你行也被咒诅 不行也被咒诅 怎么回事这些经文 这些经文到底怎么回事 这就是大难题 什么叫大难题 什么叫疑难问题 这就叫疑难问题 你看 下面说 凡以行律法为本的就是被咒诅 下面说 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执事举行的就是被咒诅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告诉你们 我告诉你 这段经文特别特别关键的 如果你们解释不了了 这段经文变成矛盾了 这段经文一点都不明白 这是讲那些要行律法为本的人 还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执事举行 我还想行律法我还不兴权 还隔三隔三差五的还犯一条两条 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执事举行的 就是我还想吞剑我还得不全吞剑去 还留半截 听明白吗 明白 明白 谁没明白这句话谁没明白 举手来 这句话明没明白 不明白 反译行律法 这不是讲律法以外的人 是讲律法以下的人 还要想行律法 还不常照律法书上 还不行权 还犯 就这个意思 还想行律法还犯 你要想行律法 你一条就别犯了 还不常照律法书 还得犯几条 还守律法还守不全 就这个意思 听不听懂 就像什么 我吹牛 我说我能咬一块石头 这个钢 这个铁我能咬 我还咬 我还不咬 听不听明白 我还吹了牛 我说我能咬这石头 但这石头我还一口就不要 在人面前 看到 这块石头 我一口就能把它咬掉半边 像吃饼干那样 就能把它咬掉半边 这是不是吹牛 吹完牛了 但还不咬 待会在那看了半天 他没咬 这要咬的 没有 是不是 听不听明白 这是啥意思 就是 那些愿意以行律法为本的人 还不常照律法书上所寄一切知识 你要想行律法为本 你得行权 你咋还不请权 你还得犯一条两条 犯一条都是犯重条 你还不常照律法书上所寄一切知 那句话不是对我说 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 对不对 那句话不是对我们说的 不是对在安典下的说 是对那些在律法以下的 塞两口的话 你还想行律法为本 还不常照律法书上 哪都是你的事儿的 行律法 行律法 对 他这是完全靠行啊 想行律法还不行权 你要想行律法 你就得行权 是不是 你要靠行为夸口 你行为一点别犯 你还得犯一条两条 那不算行权 就这个意思 听懂了吗 你活吞舌 你不能光推一个舌尾巴 舌头都在歪 身体都在歪 你就全吞下去 来 这叫吞舌 听明白这句话吗 你能吞 你吞完牛了 你说我能吞舌 活舌 但你就吞一个尾巴 算不算 不算 你就把整个舌 从头一次吞下去 全吞下去 一边外边 一点也看不着 这叫真吞下去 你还得 还想吞舌 还不吞下去 这就是被咒诅的 对不对 你还想守律法 心里还在动意念 就这个意思 这句话的意思 不是对我们说的 而是对那些 在律法下 还想行律法 还守护权 对他们说的吗 解释清楚了没有 有 有 好 再看 我跟你们这几天讲的 都是很疑难的 再看 罗马说的第二章 罗马说的第二章 十一节十二节 这两节经文 所以我 我昨天讲的话 如果你记住了 就是反 就是反 我说这个话就是反 你当你看到这个经文 神一定会带着你是反着的 有些圣经的话是反话 不是正话 反话是三人口的话 正话是正面教导 是不是 所以那反话 它是反话局面 其实它是 你根本就通不下去 他才这么说的 是 你律法根本就守不住 他才这样说 因为圣经有 凡有学习的 没有一个一行律法 在神面前称 就是神早就知道你守不住 但神对那些靠律法成义的人 就有这样的方法来对付他 神是用这种方法对付他 你小行律法为本 以行律法为本 就是被咒读 因为 心上记得 你小行律法 你还不常照律法说的所记 一切知识去行 所以就被咒读 听没听懂啊 好 再看这段经文 十一节 因为神不偏待人 凡没有律法的犯的罪的 也必不按律法灭亡 凡在律法以下犯的罪的 也必按律法受审判 原来在神面前 不是听律法的唯一 乃是行律法的诚意 好 再看第三章 罗马书第三章 第28节 看跟这两段经文对一下 28节找到吗 既知道人诚意 不是 所以我们看定28节 所以我们看定了 人诚意 是严谨性 不在乎 好 再看第十三节 原来在神面前 不是听律法的唯一 乃是行律法的诚意 来解释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保论吗 在神面前 在神面前 不是行律 听律法的唯一 是行律法的诚意 也就是说 称义得行律法 对不对 三章到处 28节 是不是 既知道人称义 下面说 所以我们看定了 人称义事件的信不在乎 嗯 这地方不在乎 那地方是行律法的诚意 那地方是行律法的诚意 这两句话 随便回答一下 这又出现了矛盾了 是不是啊 这又出现问题了 这地方说 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 现在回答了 这两段经文 这两段经文 明白吗 一个是没有律法的人 说不说 前面就讲得很清楚了 看看 第十一节 因为神不偏的人 凡没有律法的犯的罪也必犯 这是没有律法的 犯的罪的不在乎遵循法的 所以他也不按律法来怎样 滅亡了 看好了 十二节前面是这么说 中间有个分号 这是另外一个意思 你看中间有没有分号 分号代表什么 这分号代表反变意思 如果你看圣经 你都没看出来 那是反变意思 这里面前面说 因为神不偏待人 神会不会偏将 会不会偏待人 神会不会不公义 这里面说 曾经说 凡没有律法的犯的罪也必不按律法灭亡 凡没有律法犯罪不灭亡 犯罪也成议 凡有律法不犯罪也被定罪 看最后了吗 你看下面 紧接着是下面讲 下面就 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了 必按律法怎样 受审吧 为什么受审 然后就是行 安典要求信 那些没有律法的犯罪了 也不能按照律 用律法来行的定罪 因为他没有律法 听没听清楚 你看 就这经文 这经文是上帝 在圣经里 所以人看他好像是矛盾 其实毛不毛对 他并不是毛对 这对两部分人说 你犹太人你有律法 这讲犹太人有律法 是不是 你有律法 你犯了罪的 就按律法受审判 不是 你说不成 你是狗 你不吃狗食 就在打死你 就这个意思 你不是狗 你不吃狗食 也不能打你 听明白吗 你是狗不酸烫 就把你打死 你是人不用酸烫 也不打死 听不听明白这个意思 你在律法下 你不照律法所进一切之时去行的 就是被中毒的 对不对 你在律法下你就得行权 你就不能 你就得死守 紧守 一点也别翻 一条也别翻 是不是逼的 这是不三人口的话 这是不毒你 叫你放弃律法 你说你有特异功能 吃了耗子药不至于死 那你就把所有耗子药买过来 耗子药都吃下去 不能放了放不吃 是不是逼他吗 逼那些在律法下 简单放弃律法 他们却没明白神是什么心意 神是什么心意 你这有律法的你不能光听啊 你得行啊 你照律法行权的 你为什么还心意 吸鼻还动呢 心里不能算了 算犯了 就逼死他 在律法下就活逼死他了 不在律法下犯了罪的不灭亡了 不灭亡了 就这是宣告了 向全世界人宣告 没有律法犯了罪不灭亡了 都有声 反得有声 不致灭亡反得有声 对不对 咱们天天都被这些警官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将一切信他 你信他的没有律法 犯的费的也不知灭亡 反得有声 不但不灭亡反得有声 你没有律法有许多过犯 也被诚意的 你有律法有一个过犯都不行 你给我行权 你给我死守 接一守 你一朝便寒 对不对 对不对 对啊 清不清楚 谁没清楚 来 去说 清楚了吗 假如下回有人问你这经文 这经文从人眼上乍看这是矛盾 对不对 其实矛不矛盾呢 不矛盾 这经文一点不忘了 为什么没有人难住我 有很多人问我怎么难住我 原因是因为神的灵在感动我 神的灵在指引我 我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 你没有律法的你犯罪还能按律法灭亡吗 是不是 拿就业 经常有人拿就业的律法定信一个人的罪 拿唐朝律法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罪 合理不合理 唐朝是不是中国的前身 唐朝有没有法律 拿唐朝法律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 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的罪 行不行 当你拿唐朝律法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罪 就已经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直接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了 对不对 当有人用日本的法律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时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有罪的时候 就已经直接就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了 你听懂了吗 你上新加坡那叫开车 不信你去开一下 这个右车方向完 胜上左侧通行 到中国是左侧方向完 右侧通行 你开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车 这个地方那个车不应该往那里开 听没听明白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么大地方 新加坡那么小的地方 你为什么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车开到了新加坡那地方 他们是左侧通行 我们是右侧通行 是不是 你到那里你站哪儿都犯法 你走了还犯法 你这不走还犯法 你这一个人犯法 你只要进到律法 这怎么做都犯了 你听明白吗 你停了不行 你走了不行 你手不行 你不手不行 你怎么就都不行 听没听懂 反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 你只要行就是被咒诅的 你不行还被咒诅的 你说这不就鼻子 你这不明鼻子 反以行律法为本的就是被咒诅的 不常常律法中华所记忆的 一切只是去行的 还是被咒诅的 行也被咒诅的 不行也被咒诅的 就在律法下 你说怎么都是被咒诅的 你活该吧 只要进到这里你就被咒诅的 听没听明白 这很难不不难 其实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很容易的救人家利益 只是被许多的人给忽略了 有的人故意把弟兄弟们带到律法里 将来进去 进入咒诅 你只要进那里头你就被咒诅的 是不是 反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 你想想看能不能好 这边还侍奉神 那边守着律法被咒诅的 是不是 你说这是什么基督徒啊 这是基督徒吗 我看这是摩西的门徒 这多简单 简不简单 一掰开就很简单 其实上帝就逼一逼逼死你 就不让你在律法家 就把你逼到恩典下 就这样就靠恩典 就不让你靠律法 你只要靠律法你死定了 你必死无疑啊 是不是啊 你肯定得死 你肯定得死 因为你今天你待的地方不是那里 你往那里去了 你非得死 所以神今天呢 把这个经文就放在这里 就叫人看 看谁能看明白 所以 耶和华从天上垂开世人 要看有明白的没有 有寻求神的没有 他们一同变为无用 没有寻求神的 没有行善的 连一个都没有 他以为守立法就是行善 守立法是做热 是不是做热 你守立法本身做热的 对不对 这耶和华当时判定以色列门徒 我厌烦那时代的人 说没说 那时代就是从埃及地 维隆之家被摩西领出来那群 我厌烦那时代的人 他们心里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 当你不晓得主的作为的时候 主就厌烦你 今天我厌烦那时代的人 他们心里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 今天我们不是那种迷糊人 你是迷糊人 你能让清楚明白神的旨意 因为这时候不多了 咱俩赔不起啊 你竟在那迷糊里头 天天是别人迷糊 你跟他迷糊 那讲道者迷糊 你跟他下个就迷糊 你的迷糊到耶稣基督来 我看你怎么办 不是再犯罪咋的办 而是你将来耶稣来 你怎么办 你能扛过去吗 耶稣来说 我跟你没关系 你这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了 你吓一跳 一看生命车上念的时候 没有你 你就注意了 基督徒必须在千几年前 我再说一遍 基督徒必须在那一千年前复活 犹太人是在千年后复活 如果你在千年前没复活 证明你不胜结 你如果你要在千几年前不复活 证明你就落到千几年后 落到千几年后了 除了以色列复活 再就是外邦人 落到白色大火做前复活 那时候你就惨了 吓死你 为什么耶稣说 口里都喊主爱主爱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呢 就有许多人把这信仰 当成一种宗教的 解决精神寄托的事 根本不是实实在在的 主啊我要实实在在的相信 从心里相信他 因为神是灵 神是实在的 他需要实在的人去接会了 咱们可千万不是今天在这里唱驴屁啊 不是在这里闲扯啊 咱是实实在在跟世人不一样的 分别为圣人的一群人 最后你必须在那前复活 不然的话你就完了 没有指望啊 是不是啊 所以主知道你守不住 知道你肉体软弱 有所不能行 他就想了个办法 再来太后第三章 十三节 想了个办法 他想了个办法 成全律法 律法都要成全 一点一花不能废掉 都要成全 最后成全到耶稣身上去 你只要把耶稣接到你心里的 律法的意就成全在你身上 你没守 算守守了 律法的意就成就在 我们这不随从肉体 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加拿大书 第三章第十三节 耶稣成全律法的第一步 就是把我们 代替我们受律法的咒诅 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十三节照顾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 就赎出我们脱离 律法的咒诅 把你往外赎 你往里钻 你是个傻人啊 你这叫被你完更的人 他往外落 你往里钻 那火毒人 那律法就跟火毒人一样 进去就死 他往外把你往外拉 你往里钻 你说你是顺服神 是顺服鬼 你看这段结果 是不是 耶稣怎么成全的律法 他叫你守呢 是要把你从律法第一件事 先把你从律法里说出来 看圣经 有人说完好歪了 到底谁歪了 你这矫正不怕斜歪 别人说什么都没有用 基督既代替我承受了咒诅 就把我从律法那个咒诅中间说出来 出来啊 出来啊是往里推 出来啊 出来啊 你承认吗 你承认现在你是从律法里出来的人 还是在律法下的人 出来的人 一定是出来的人 如果你不出来 你今天就完了 现在耶稣在生命册上念名的时候没有你 我看你怎么办 下面魂不附体 没有念到你的名 等于不我可以稍再给你查一下 千禧年前的复活 千禧年后的复活 这我讲基督再来的时候最关键的地方 我讲到这句话最关键 你是在千禧年前复活 你在千禧年后复活 你要在千禧年后复活 证明生命册上没有你 你听明白吗 明白了 证明你不圣洁才落到千禧年后的 你如果圣洁了 就在千禧年前复活 你一定要注重这件事 你吸耶稣连这件事你都没明白 你吸一百倍你有什么用啊 有的人老太太 大来一个老太太 一口牙都没有 九十五岁 孩子 下个群要碰到鼻子了 儿子也要守律法呢 还要守律法 我说儿子怎么能守律法 律法是给农仆设立的 不是给儿子设立的 不年约 儿子要守律法 我那信多少年了 我比你心里更清楚嘛 我说在后的将在先在先的将在后 我说不听你的 咱们不听你的 儿子也要守律法 我说你给我找儿子有没有守律法呢 你老太太九十五岁了 五岁就信耶稣 现在九十年 现在那个那五年前的事儿九十五岁 现在一百多岁 不知道有没有了 有可能没有了 腰都要两头扣一头了 瘦的比那个 这骨头看得这么粗 这地方这么细 凡是骨节的地方都粗 夏天穿一个白一杯心 是不是 有点鸭蛋清那个颜色白鸡 一走路的腰都快要扣一头来 夹一身 来的那鸭小律法呢 我说主啊 这这么大年龄 他怎么这么倔呢 这么卑鄙呢 这这么大年龄他不怕死 他跟谁俩要干一干 谁告诉 他说凡是想要靠律法成衣的 是以基督各界从恩典中坠落的 你想要靠律法成衣吗 儿子守律法吗 是奴才守律法 这糊涂透顶 我当时我的头皮炸炸炸炸 这么大年龄还这么卑鄙 那脑袋都要贴地面了 还这么卑鄙 今天这样卑鄙的人有没有 有的是啊 不上社会上就上教会里找 他没明白这个地方的多不多 耶稣不是要成全律法 不是叫你去守律法 而是要把你从律法下收出来 你不守了才能成全律法 你守了就不能成全律法 耶稣代替你交律法 你签律法的法管 你签律法的签卡的债的 必须有人还债 耶稣来了 帮你用命交上法管了 最后呢 就把律法的柜条拆一拆 丁死的架 通我了 攻击你的都通我了 耶稣是这么成全律法的 有多少人看马太会议第五章实习写 那律法的一点一换也不废掉 都要成全 却没明白怎么成全 你看看 保罗所写的书信就已经证明了 耶稣是怎么成全律法 叫你继续设计归条 守 还是不用守一条的 不用守一条 把这项格上 看《西伯来书》 第七章 《西伯来书》第七章 第十六节 他都不守调义了 他来又吃又喝 约翰就跟他吃插肉 约翰也不吃也不喝 人家说他被鬼扶着 耶稣来也吃也喝 人家说他是好酒 他俩为什么一个不吃不喝 有一个也吃也喝的 原来圣经的奥秘就在这个地方 《西伯来书》是旧约人物 是立位指派的 耶稣基督是新约的中保 是犹大指派的 我再说一遍啊 看谁能记住这一句 记住下午我再问你 我看你能不能想起来 耶稣为什么也吃也喝 因为耶稣不是旧约的 不是立位指派 立位指派是属地的 属肉体的 照肉体的条例来释放神 耶稣基督照无穷之生命大能 来释放神 不照肉体条例 所以因此耶稣又吃又喝的 约翰也不吃也不喝的 听懂了吗 我们看 从十四节开始看 我们的股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 但这指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 倘若照麦基喜德的样式 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 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 他成为祭司 就是耶稣成为祭司 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 耶稣成为祭司 不需要守肉体的条例 谁也没给他规定肉体条例 所以他安息日从麦地里经过 不算推 门徒掐麦顺食 不算推 耶稣在安息日一字评人 不算推 听没听明白 耶稣来是守律法是 不守律法 耶稣来是守安息日 是不守安息日 你怎么知道 你说不守 别人问他 那么着不守呢 你说金刚基德说 在哪里 约翰福音第五章 看好了 这就是圣经的话 约翰福音第五章 十八十六节 十六节知道的吗 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 因为在安息日做了这个事 耶稣对他们说 我父做事值得如今 我也做事 所以犹太人愿发想要杀他 因为他不但犯了 安息日 并且称神 称神 为他的父 将自己和神当作 平等的 耶稣守安息日 耶稣守安息日 进会堂去守安息日 还是到那里去教训人 叫他们明白救恩呢 耶稣经常接安息日会堂 是守安息日吗 教训他们 那圣经多住他 耶稣进了会堂就教训他们 耶稣是教训人的 耶稣进会堂是推翻堂 牛羊鸽子搬酒 对不对 兑换银钱的桌子 耶稣进去不是守他们的安息日 是把他们那些老的祖宗遗传给他们推翻 今天我们不是来守日子 我们是要把老祖宗遗传 你一切错误的都给他推翻 你只有推翻了 人才能回回圣经证理 你不推翻他们的 真理就没办法站你的屋脚 对不对 好 再回头看 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 第七章 第十六节 他曾成为祭司 耶稣成为祭司 跟旧约亚伦那个祭司一样 一样 亚伦是肉体在地上做祭司 我们是属灵的在天上做祭司 对不对 基督是属灵的祭司 亚伦是属肉体的祭司 亚伦的祭司是有死隔绝 基督没有死隔绝 永远长存的祭司 所以不照着肉体的条例 因为他不是肉体的祭司 乃是属灵的祭司 属灵的祭司 和属肉体的祭司有什么区别 一个是照肉体的条例释放神 一个照不求之胜量大能释放神 我们今天传道靠能力 有的人传道靠自己的智慧 同样传道 传道人和传道人绝对不一样 凡靠肉体条例去传道的 用肉体条例释放神 它都在律法里 它根本压根没出来 是不是 十二节 十二节 知道了吗 即使只认记忆更改 律法也必须 单一礼书 单一礼书第七章 从二十四节往下看 第七章二十四节 单一礼书 大先知书的最后一卷书 何夕阿书前面 何夕阿书前面 以夕杰书后面 何夕阿书前面 以夕杰书后面 找到没有 我们从二十四节开始看 至于那十九 就是从这国中 被兴起的十亡 后来又兴起一亡 与先前的不同 他必制服三亡 他必向自告者说夸大的话 注意看啊 这是大罪人出现的时候 就是世界最后的七年 大罪人出现的时候 有机会我可以跟你讲讲 我给你讲讲 基督再来 末后时期 大罪人出现 等有机会的吧 兴起的十亡 最后又兴起了三亡 兴起的一亡 最后制服了三亡 他要成为最大的 我再看他必向自告者说夸大的话 自告者是神 这个亡兴起来 就卸救神 咒罵神 下面说 必折磨自告者的圣灵 那时候圣灵在他手里 必要被折磨 一载 二载 半载 所以必想改变节旗和律法 圣灵必交付他手 一载二载半载 就是在七年中间的一半 最后的末后三年半 他要折磨自告者折到圣灵 对 这我已经讲过了 但我要告诉你们 他不用改变节旗和律法 改变节旗和律法 改变节旗和律法 他大罪人最后把节旗和律法改变 但在这里头又有什么 律法必须更改 毛毛短 大罪人来改变节旗和律法 对不对 对不对 谁能说 大罪人要来改变节旗和律法 对不对 他必要改变节旗和律法 必折磨自告者的圣灵 一载二载半载 大罪人要改变节旗和律法 看好了 他来了 他来了 大罪人 来了 要改变节旗和律法 这是第一啊 第二 技术的指认既已更改 律法也必须更改 看哪一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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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前看啊 大罪人要改变节旗和律法 对是不是对 不对 即使指认既已更改 律法也必须更改 对不对 对 对 大罪人 大罪人怎么改 大罪人啊 大罪人就是第一基督的 将来世界出现这么一个人 他把世界的整个的 全世界的王位全部都 揽在他一个手里头 权柄全揽在他一个手里头 军事 政治 经济权全在他手里头 将来会出现这么一个人 大罪人 耶稣基督也提到大罪人 是不是 你们看他行悔外可证的 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 那我们先看律法最后的总结是谁 对不对 保罗提到 且反正您家后数第二章提到 将来必有一个大罪人出现 这大罪人是干嘛 是什么呀 抵挡主 高抬自己 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 那我们先看律法最后的总结是谁 先看律法总结是谁 是什么呀 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 第十章第四节 找到吗 这地方很关键很关键 如果这地方呢 假如有人跟我讲的不一样 他又另外跟你讲 就是讲这两个结果 一个是要改变节气和律法 一个是律法必须更改 什么更改的 我讲完你就明白了 我讲完你就明白 你现在可能是看了这段经文 还似乎是有矛盾的 好咱们看 第九章第十 第十章第四节 找到吗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使凡心态的人都得着 律法的总结是谁了 基督了 好咱们再看 割罗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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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割罗西书第二章 第十六节 找到吗 所以不去在饮食上 或节旗 月术 不过 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 你看这段经文啊 十六节 所以不去就是不管在饮食上 就是你吃的喝的 或节旗 就是用一个节 那一个节 这些事不可越说 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原始后世的瘾 那星体却是谁了 基督 这是瘾 你回来瘾里走 你守日子是不是回来瘾里走 是的 是不是 你守日子 是不是在律法下 是的 我们看加伦太书 那星体是谁了 基督了 加伦太书第四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 加伦太书 加伦太书 第四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 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 是给他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啊 他不是神就给他做奴仆 是不是 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 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 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呢 那懦弱无用小学就是律法 情愿给他做奴仆呢 你们谨守日子 一月份 节旗 年份 我为你们害怕 没空管在你们身上枉费的功夫 你一守日子就变成旧月的东西了 因为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被钉十字架 对不对 我们今天哪一天去敬拜都行 有的人守安息日 有的人守呢 把礼拜天变成了安息日的 是不是啊 换个日子守 哪一天聚会都行 哪一天聚会都是好的 哪一天都有神的同在 你不是以马内利 实施耶稣以马内利啊 耶稣与你同在了 同在了怎么在选日子呢 哪个日子好 所以保证说 我为你们害怕 你们守这些节旗干什么 有的人在宗教团体 他们就守节旗啊 守月术 守安息日 守这个日子 守那日子 哪一天都好 今天好 明天好 后天好 礼拜一好 礼拜二好 礼拜三好 礼拜四好 礼拜五好 礼拜六好 礼拜这更好 都好 哪一天好 所以保证说 有人看日日都一样 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 就在律法里头 哪个日子强 我们不属这世界了 这世界上 在我们看 都一样 所以日日都一样 听没听明白 明白 那行李已经是基督了 是不是基督 是 旧约那些 约束指向基督 隐时指向基督 分庭不导教 是吧 分庭 导教的属基督 这是属基督 是不是 隐时你这时那不是 这些都指向基督 会目制度指向基督 十条见面指向基督 是不是 还有绿力典章指向基督 还有会目制度 喜桌规矩 节气 饮食 约束 全指向基督 基督来了 就把这尸体就给实现了 好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了 好 再回头看 还回头看 大罪人要改变截起和律法 那截起律法的总结是谁 基督 基督了 记不记住 旧约的截起指向心悦的基督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听没听明白 你不用守在世上的截起日子月术 因为当时在犹太人呢 他是这个日子 节气 耶稣没来 他守这些 等耶稣来了 就把这个节气日子 这尸体就出现了 就是谁 基督道成肉身的肉身 耶稣这个肉身是 道成肉身的尸体 就是 语言说 律法 还有会目制度 以及喜桌规矩 还有献祭制度 最后都总结在基督身上 基督既是祭物 基督又是祭祀 基督既是君王 基督又是所有阅说 安息日 是不是这些都总结 就是基督 我把基督结束进来 这律法 就变了 也从来改变律法怎么改变的 所以 基督的指认记忆更改 原来是谁是基督 亚伦是基督 现在谁是基督 基督是基督 改不改 指问改不改 改了 基督的指认记忆更改 律法必更改 律法怎么更改 原来是自居变成经义 原来是死亡变成新版 原来是死的变成活的 原来是定罪变成成诚义的 是不是 听不听明白 基督是改 把自己变成经义 而 大罪人改的 因为 简起是指向基督 律法也指向基督 大罪人改的是 整个把基督给换的 我就是神 你们敬拜我吧 大罪人这么改的 自相是神了 你看看 这三轮家后书 第二章 大罪人怎么改的 他改变简起和律法 截起指向基督 律法也指向基督 那么今天呢 他改变 截起和律法 就等于替代基督 坐在神的殿里 自称是神了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一节 轮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 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 我劝你们 无论有灵 有言语 有冒无名的书信 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 不要轻易动心 也不要惊慌 人不去用什么法子 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 因为那日子以前 必有离到返教的事 并有那 大罪人 看清楚了没有 并有那大罪人 就是沉沦之子 显露出来 他是抵挡主 高抬自己 超过一切成为神的 和一切受人敬拜的 甚至坐在神的殿里 自称是谁 神 神 大罪人怎么改的 把坐在神的殿里 我自称是谁 直接就代替神了 但耶稣基督来怎么改的 怎么改的律法 把律法 在经义 把律法的秩序变成经义 把定罪的变成诚义的 把实版上变成心版上 把卧血的变成灵血 耶稣这么改的 他怎么改的 直接替代神的 就坐在殿里 我就是神了 我就是你们等着基督 你们来就信我就行了 大罪人这么改的 改经义 耶稣改的是秩序 行不行明白 明白明白 怎么不说话呢 明白就是明白 没明白就是没明白 大罪人改的是经义 直接坐在天里 说我直接就代替耶稣了 他把基督给推掉了 他坐在身边里 自称是神 他怎么改 律法指向基督 律法总结 是不是基督啊 他改基督 他把基督 改了 改成什么 改成他自己 我就是神了 坐在殿里自称是神了 超过一切成为神的 他这么改的 那么耶稣怎么改的呢 下午我看不见谁能打 能不能打上 耶稣怎么改的 耶稣把石版上变成心版 耶稣把自己变成精益 耶稣把墨写的变成灵写的 耶稣把外面变成里面的 是不是 耶稣把定罪的变成成义的 耶稣把影子变成尸体 对不对 耶稣这么改的 所以律法必须更改 就是把影子变成尸体 律法是不是影子 是的 是的 律法其实将来美世纪 它是一样 不是本物的真相 耶稣正因为不是真相 他要把眼子变成尸体 所以他改的方法是这么改 回到西伯来书 西伯来书 西伯来书七章十八节 西伯来书七章十八节 是的 是不是 现在条 律是什么 律律点掌 先前的条 律 十条地名是不是条 条 还有利 律是什么 律法原来一无所成 就引進根稳的指望 我们靠着指望便可以进到什么面前 听没听没有 耶稣怎么成全给律法 把律法那个影子变成他自己 我就是律法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道成肉身那个基督的圣体就是律法 对不对 你接受耶稣 用信把耶稣接受起来 律法所有要求都算你达到 这就叫一点一换的费掉 什么叫律法的一点一换的费掉 你看耶稣代替你 他没费掉吧 你犯了律法 耶稣就代替你用命交了法管 这就没费掉 你闯了红绿灯了 你爸爸来给你交了法管 听没听明白 又给你买了分了 听没听懂 什么叫费掉 你犯完了 我闯了红绿灯 我踩着刹车 踩着这个油盆 咚就跑了 就拿到站住 那边几分了你也不管 你就跑了 就不交贩管 说啥也不交贩管 这叫费掉律法的 什么叫不费掉交通法的 就说我闯了红绿灯 我交贩管 然后扣分 是不是 听没听明白 什么叫费 你发完了得有人交给都不费 你发完没有人交罚管 你就跑了 这叫费掉律法 对不对 有人根本没明白什么叫成权律法 这是成权 耶稣第一代替你交方法 只是数据 没有人交往 继续 没有人交往 都要留在手 他们身边 没有人交往 都不能在那里 你 感谢观看